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儿呢 也给大家列出来 关于不同的年龄段的儿童 他们的这种钙的摄入量的标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学龄期之前 基本上从幼儿期到学龄期 它的钙的摄入量基本都维持在600到800毫克 而一个成年人一天的补概量应该是多少呢 大约是800到1000毫克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表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普通的孩子可能从上幼儿园起 一直到他上到小学毕业 在这个年龄段里面 基本上它的补概量是很接近我们成年人的 到了青春期 那这个儿童的补概量呢 要比我们的成年人还要大 基本上啊 跟怀孕的妇女 孕期的补概量是一样的水平 第二呢 是维生素D的补充 因为啊 这个钙的吸收 跟维生素D关系密切 缺乏维生素D所导致的勾楼病呢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但是如果不给这个孩子补充维生素D 那么最先它的表现就是液晶和液体 那接下来呢 这个孩子因为汗出的多 所以呢 他的枕头也容易湿 于是他就不舒服 他总摇头擦枕 慢慢呢 就把这个后脑勺上的头发呀 给蹭掉了 所以就会出来一个典型的早期勾楼病的表现 叫做枕扑 大家看见这张照片 到了接近一岁的时候 他开始要尝试着要站起来要走了 当他的体重压到他的腿上的时候 因为他腿的骨头也软 于是如果向外压 就压出了一个O型腿 如果向里压 就压出了一个X型腿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 这个儿童的勾楼病的早期表现 尤其是对那个小女孩 因为他的这个双下肢呢 也会挤压这个骨盆 导致呢 他成年以后啊 就有可能这个骨盆也是变形的 那这对于他将来的怀孕分娩都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典型的遗留的勾楼病的表现呢 主要就是鸡胸 而且呢 还往往配合有漏斗胸 这个漏斗胸啊 就是他的胸口窝呢 就是一个漏斗的形状啊 就是一个窝 那个窝啊 是可以倒进去水的 是可以存住水的 所以啊 大家一定不要忽视维生素D 对孩子骨骼健康发育的这种影响 而且 如果维生素D和钙补完了的话呢 可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些症状表现 但是还是会难免遗留一些终身性的问题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要想孩子体格发育好 就要记得足量补钙 而且还要记得钙和微地一起补